持續來關心同樣也是高科技業 這個是我們要來關心的是半導體 美國投資銀行傑富瑞在給客戶的報告中特別指出了 白宮美國白宮10月份審查半導體產業出口政策時 有意在持續擴大 好又是針對灰打AI晶片 銷售中國大陸來做管制了 連現行的降規版H20晶片都說不准再賣了 那傑富瑞也預估一旦美方管制H20交往大陸 回答損失金額高達120億美元 而且路透社也做了報導說 回答目前正在和大陸主要的經銷夥伴 這家叫做浪潮集團合作開發下世代的AI晶片B20 如果美國再寄出新的限制的話 將會影響到B20的開發 我們看到現在白宮限制大陸的AI發展 真的是管制得非常嚴格 有沒有想過第一個可能傷到的 反而是美國自己的晶片商 回答剛剛說了損失金額高達120億美元 而且現在要進恐怕會有兩款 第一個正在賣的H20 第二個開發中的B20 損失對於回答來說 是不是根本就難以估計 但是還是要做 為什麼? 傑大使怎麼看? 對 我覺得就是說 美國對中國大陸的科技禁運 晶片的制裁 它是隨時是動態調整的 它覺得就是說這個這樣的科技進去也不行的話 它就會立刻就會禁止 所以商務部的這個我覺得這個禁運的名單不斷地調整 因為這個回答的這個H20晶片說穿了 當時華人進行講 我是專門為中國大陸市場設計的 對啊 降規的 大陸叫特供 為什麼叫特供呢? 他說你們不是這個商務部提說明了規格嗎? 因為它是有它的產品規格的 你的這個算力到什麼時候 你的整個內部的這個 這個所謂能效到什麼程度 它都有規定的 你就是不能超過這個規格 你最高規格就在這裡 那回答就是 那我就照你商務部的標準 我設計一個沒有違反超過你所謂的 商務部所訂定的性能標準的一個AI晶片 那就叫H20 那本來事實上是同意啦 不過這個中間當時傳聞很多 那現在看起來是確定了 商務部說H20也不准賣 那當然立刻就變成就是說 回答會損失120億美元 這對回答來講 應該是也不樂見的 可是回答可能也沒有辦法 因為回答很多部分它還是要靠美國的 尤其美國的這個拜登總統出來的話 他跟這個矽谷的關係 事實上是蠻有點衝突性的 所以就變成就是說 回答它可能也只有從善 也就是聽命於美國政府 那會不會造成中國大陸的在AI晶片上面 立刻產生嚴重的衝擊呢 現在看起來好像不會 因為第一個啦 中國大陸自製的AI晶片 現在傳聞 性能也不差 甚至超過H20 H20當時出來的時候 大陸很多買家 就說H20這個功能實在是不行 算力 速度都不行 能效也不符合標準 他認為比它這個所謂的就是說 深藤920 深藤910C 910C 那比NVIDIA它正常的H100 到其他的升級版H200都能差太多了 那可是就是說中國大陸很多廠說都沒有關係 我已經囤了很多H100和H200 我暫時不會有這種出現問題 另外也在試這個華為的深藤910C 這一款中國自製的大陸自製的AI晶片 說基本上看起來不但價格比H20便宜 而且它的整個能效上 它的這個算力上也超過H20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美國事實上 可能光進H20 事實上對於打擊中國的AI晶片的供應 可能並不會產生它預期的效果 那不過AI是美國政府已經標定 在現在跟未來 美國跟大陸進行科技競爭的關鍵項目 那中國大陸也在攻堅 華為現在要有一個新的實驗室 有三萬四千個工程師跟科學家 在裡面就是集中在研究 在研究製造晶片的 而且還包括什麼呢 我的了解是還包括製造晶片的設備 這種關鍵設備 因為美國現在能夠卡得住中國大陸的晶片 主要是製造的設備在控制 那晶片的設計呢 事實上這個中國大陸的這個 尤其華為的晶片設計 從它上一次這個所謂的這個Mate 60 Pro 用7奈米的晶片 突破了美國的科技管制 那也製造出來了 所以中國大陸的晶片 麒麟9000晶片 中國大陸自己設計 所以晶片設計能力具備的話 那就是製造能力 製造能力的話 現在聽說這個華為的這個 生成910C 也是7奈米 也就是說看起來中國大陸 就是說本土的這個晶片生產商 在7奈米的這個晶片的生產商 可能技術問題已經解決了 雖然外界有很多傳聞說什麼 糧率不高啊 這個交貨不夠啊 供貨不夠啊 這些都無法得到證實 不過我看就是說 用這個麒麟9000晶片的 這個Mate 60 Pro 我看到是共和量非常的充足 那甚至Mate 70 Pro也要出來了 所以看起來大陸在這個 7奈米的晶片上 製造上已經獲得突破了 那我剛剛講 晶片設計上 大陸上看起來已經是突破了 所以我覺得美國現在即使 把這個AI晶片讓輝達 付出120億美元一年這個 銷售量的代價 可能對於中國大陸在這個方面 AI晶片方面的這個 發展的這個 等於是 我認為只有加快 不會延緩 為什麼 買不到就靠自己啊 那中國大陸我們剛剛講 連這個 我們講這個 這個神舟18號 精準在這個 都是按表操課 直接到這個天空站去報到 接軌這個 銜接 然後所有的東西都是高精密度 高科技的 都可以做得到 你覺得 AI晶片大陸會做不出來嗎 這是遲早的事了 好 除了大使剛幫我們特別提到的 華為這款深層910C 它的效能整體來說 超過H20之外 這個H20是降規版的 專門為大陸市場客製化的 那參例速度其實也只有 常規版H100 H10它的 H100的64%左右而已 就算是這樣 白宮還是要限制 這樣就能掐得住 中國大陸AI的脖子嗎 將軍用什麼看 我認為這個 這個H20晶片 它雖然它的算力慢 但它邏輯能力強 還有它的儲存能力高 那有它有兩個優勢 可以做彌補 做替代 但是我認為這不是關鍵 因為這個算是一個成熟的 成熟的產品 而且美國的用意 是在對中國大陸科技發展的 降速或減速 那我們直接講的話 就有點科技戰 有點就是卡博士 不要讓中國大陸增速那麼快 那如果能夠給它有這個 刺激品的話 那對中國大陸來看 是不是能夠間接地 就限制中國大陸 在科技成長的速度 是這個樣子 但是我們可以看中國大陸 在這一方面 它可以分兩個來分 第一個 一般的這些 也不要用那麼高檔的 它用這個 我們講到的 H20晶片就可以了 那就是一般的 那至於高科技的高算力的 那就自己來做研發 它可以這樣來做客服 那為什麼一定要自己來做 或者為什麼一定要自己來買 直接切兩個 如果這切兩個 對中國大陸來看的話 是比較經濟的 比較經濟實惠的 它可以降低 這個美國 這個雖然對中國大陸這些相關的 尖端的產品 它的提供的這些晶片 是降低了它的參數的標準 但是問題是 安全度 安全 是不是百分之百安全 是不是科技控制在人家手上 裡面會不會有一些 有一些搞鬼在裡面 會不會是暗置一些東西 沒有人知道 所以到最後面呢 還是要國產晶片 最起碼國產晶片 安全係數高 可靠度高 我最起碼我安心 你這個外來的晶片 有沒有放東西我不知道 是這個樣子 所以自己的晶片的研發 一定要去做 一定要去做 我認為這個成熟製程 就像我們剛才講的H20 這是成熟製程 那沒關係 先級製程 真成920 一定要自己來開發 所以你看中國大陸 它會有兩種系統 當然我們這樣講 輝達也喪失了一個很大的商機 因為降速減速 那中國大陸就買一些吧 一般的產品 它就用H20就好了 那真正的它自己在開發 我認為中國大陸有三個優勢 第一個 中國大陸市場大 我市場大就是個優勢 我自己一定要自己開發 因為將來的話 我這個一開發成功的話 我市場源源不斷 有市場就有需求 有需求它就可以賺錢 所以它是市場 第二個研發團隊大 我們隨便講一個 我們講華為好了 華為研發團隊的話 包括它的精算是 包括物理學家 還有包括數學家 總共加起來兩千多位 兩千多位 多大的研發團隊啊 那我來研發嘛 我就不要去靠外面 遲早要走自己的路 那就走研發上的投資 既然市場那麼大 這個研發團隊那麼大 第三個 有一致性 因為中國大陸它是一致性的 沒有像美國 你看美國為什麼F24 F35 或者F15 F16 它都要做競爭 那中國大陸啊 不要競爭 我們就是一條路 就這一個規格 你看它的高鐵一個規格 這個一個規格 這個一個規格 一個規格的好處 就是說不會浪費 你為了兩個 雙軌了之後 有競爭會有進步 沒有錯 但是問題你兩套投資 那中國大陸一套投資 這力量我們知道 這個集這個決勝點 集焦點在一個地方 很容易就突破了 這個它有它的好處 兩個都有好處 你要看是什麼樣的性質 那中國大陸在哪 有市場大 研發團隊大 再加上有這個 我們講研發團隊的一致性 方向的一致性 目標的一致性 所以中國大陸突破是時間的問題